嗨,我是班老大 今天我要来分享的是 我最常使用的五版权音乐平台 Artlist 那我们来看一下Artlist的网站 那我现在已经登录我的账号 那它主要是提供 音乐跟Sound Effects 也就是音效的部分 那这个Footage是影片的素材 那如果点击它会导致 另外一个他们的影片素材网站 Artgrid 那Artlist主要是提供音乐跟音效的部分 那这个网站提供的音乐呢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所有的档案都是五版权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来作为任何用途 比方说是商业使用 还是一些专案使用 或者是你是接案帮客户去做 影片或音乐的应用 都可以用Artlist网站上面的档案 好 那下面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音乐可以选择 那这边上面是包括说你可以用什么分类方式 第一个这个是staffpicks就是他们的员工推荐的项目 那第二个是topdownloads就是比较多人在下载的项目 那第三个是news就是最新的上传项目 好那这个部分呢它可以去区分你想要的档案类型 比方说它是有vocal跟instrument 就是说有人唱歌加上有乐器 或者是单纯只要有人唱或单纯乐器 或者是女生的唱歌或是男生唱歌 这边还有更多 然后bpm是你挑选的歌曲的速度 看节奏的速度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自己去拉 看你想要多快多慢的方法 然后你可以直接选 这边有slope,mid,slope,medium,mid,fast,and,fast 好那duration是指你要的曲目的长度 这边你都可以自己去拉说 你想要从几秒钟到几分钟 这边都可以去调选 可以去设定 这样就可以快速筛选出你想要的档案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歌曲的部分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有曲目跟这个曲目的作者 然后如果像这个点开的话 有些歌曲它还有分成有 单纯乐器的声音 或者是也有人唱歌的声音 它就会有这个麦克风 然后这边是它的曲目的长度 然后这边是它波形 所以你大概可以从波形可以知道这一首歌 它前面会是比较轻的 然后带越来越重 那黄色这个箭头就是我之前有下载过的标记 所以你只要有下载过 它都会出现这个黄色的标记 那这边是去寻找跟这一首歌类似的音乐 如果打开的话它就会出现类似的音乐 好像这样子 它会去找Similar songs 跟这一首歌类似的音乐 所以很方便 那这个是储存的意思 就是你还没有要下载 只是先暂时保存起来 那等一下你就可以到你的音乐库去 一首一首挑选你要下载的歌 那这边是把它储存到你的collection 就是你的作品集 或者你要直接分享这一首歌的连结都可以 那点这边就可以实际去听这个音乐 好那如果我们在这个网站的画面上按右键 一样也会出现选单 那这四个按钮 我就跟左边这四个是一样 分别是可以去选择歌曲的分类项目 第一个是mood 就是你的歌曲是偏向哪一种心情 比方说是epic 比较经典 或者是powerful 比较有能量 然后像exciting 这个就是比较兴奋的 然后happy funny 这边就是很多种依照你的心情来做分类 所以你可以去选择说 你当下需要的歌是属于哪一种心情的音乐 你就可以去挑选 比方说我要比较悲伤的话 我就在这边sade按一个加号 好那这边就会看到他的筛选器就加入了sade 那接下来所有的歌他都会是经过sade 就是比较忧伤的歌曲去做筛选 我们听听看 像这种音乐就会比较忧伤比较sade的曲目 然后一样你可以从后面去调去看说他这个歌是属于 acoustic就是比较像木吉他比较没有插电的声音的曲目 那classical这个就是比较古典音乐 那cinematic这个就是比较电影方面的一个电影歌曲 好那这个筛选的方式呢你可以重复好几样重叠 都可以按加号自己去重叠 那他就可以帮你同时去筛选 那不要的话就按减号 或者是这边按叉叉就可以把它取消掉 好那第二个是video theme就是你的影片主题 我这个还蛮常使用的 比方说你是要商业用的影片 你就可以去选business 好那一般像vlog或者是旅游啊 就可以去选这个vlog and commercial 然后road trip就是开车去旅行的音乐 要travel这个就是单纯旅行的音乐 那像我自己也会蛮常用比方说lifestyle 或者是纯风景的话像是landscape 这种就很适合纯风景的音乐 natural就是比较大自然的音乐 所以这边其实都还蛮丰富 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 你的影片是哪种类型 那你就从这边去筛选 这样很快就可以找到 适合你影片的音乐 好那jero这边是类型 你想要的曲目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音乐 像刚刚提到这个acoustic 就是比较像是没有插电的 比较抒情的 那ambient就是比较空间感 blues是蓝调 children是比较小孩的 童趣的 cinematic是电影 classical是古典 那corporate是比较像公司在使用 那country是 比较像世界音乐 那electronics这个是比较电子音乐 那fantasy 比较科幻 fork就是比较民谣 funk就是比较放客 然后hiphop holliday indie 这个独立摇滚 那jazz 爵士 拉丁 lunch 就是像酒吧在听的那种音乐 pop 流行音乐 雷鬼 retro rock single songwriter 这个是歌手创作型的音乐 single r&b coward worship 等等 你就可以自己去挑选 适合你的音乐 最后一个这个是instrument 这个是根据你歌曲的乐器 来去做筛选 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哪一种乐器 你可以从这边去筛选 有吉他或者是鼓 像我有时候会喜欢听一些鋼琴的音乐 那我这边就会选piano 那像这样 他的歌曲就会是以钢琴为主 好那如果你选择好音乐之后 你想要下载 因为他这个是无限让你下载的 你只要订阅之后他就可以让你无限下载 那你就去选这首歌的后面这边有个箭头 点一下 然后看你需要的是mp3或者是web档 那一般我们都会选mp3 点一下 好 那这样稍微等他一下他就会开始下载了 好那下载完成这个档案就可以拿去使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帐号的部分 那帐号这边点进去他就会显示你download history 就是你所有下载的记录 好这边你下载过的歌曲都全部在这边出现 所以你不用忘记说 不见了 那你如果需要这个license就是你的版权下载的话 就从那边点进去 那他就会自动把这首歌的曲目版权给下载下来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pdf档案拿去作为版权的指用 OK那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其他部分其实就不太需要去用到 那这边其实还有一些进阶的一些项目 像是spotlight 这边就是我一些他们官方精选的曲目 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那sfx这个就是刚刚说的sound effect 就是音效的部分 如果你单纯需要音效的话就可以在这边去下载 OK 那alys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其实整个操作上很简单 那这个选项也都非常清楚 虽然是英文的可是都还蛮好懂的 我在我的文章上面也都有做翻译 都可以一个一个自己去看 好 那今天介绍的alys就到这边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我下面那个连结 我的连结可以提供你两个月免费使用 所以你只要订阅用我的连结订阅的话 就额外送两个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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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